真的会怪上天给错了惊心性别 当惊心儿子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 儿子是惊心收养的 我说嘟嘟 我说妈妈特别想生你 但你知道妈妈仍然是个男女 不能生孩子 所以妈妈必须作为女人了以后 她有资格做你的妈妈 她说我知道了 其实你心里特想生我 但你生不出来 所以你找了个阿姨帮忙 给生完了给你的是不是 我说对 她说你谢谢那个阿姨了吗 我说谢谢了 我谢谢那个阿姨生你 我怎么会用你 做自己才是最好的 却一直被自己的老师打压 阿姨老师 我很爱你 我一直就是在学校被老师 是金星的一句话 给予了她最坚定的温柔 当然没错了 你是做了个最聪明的选择跳舞 坚持下去 最聪明的选择 都说金星毒蛇 但她会把唯一的火腿 传给小月月 华少节目中 试图见女生伤疤时 非常的好奇 这两年要从一个一级瘫痪 到现在这两年 我很好奇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能跟我们说什么 不说了 嗯 痛苦留在自己 我不喜欢咱们中国电视节目里 拿别人的伤疤接来接去 摁来摁去的 消费别人的苦难 这中国电视最大的弱点 那中文文化里面有 特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消费别人的苦难和痛苦 我不喜欢这点东西 所以说华少这个期我打断她 不要再说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愿意为别人撑一把伞 她当时抱着一个梦想 原本要组持那个 好声音那个节目的 后来就被那个华少给 披了 本来是她的 她就什么份没有了呀 那你看看她说 这个人不具攻击性 不具有亲和力 她有点小调皮 有点什么 就好了 那点最低潮的时候 永远会被惊醒老师的 谢沐优雅道 当刘雨昕上台表演 被质疑性别时 听你的名字 看起来应该是男孩吧 表演结束后 金姐给予了 最大的温柔和鼓励 感谢豪女 感谢李雨春 把中国很自然 带入一个中性的时代 忠于自然是最重要的 规规自然 还原以每个人的内心 自然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特别激动的是 你才15岁 你把男孩子跳到 全给干掉了 她总是把年轻人 推到聚光灯前